来关心的是现在物价越来越高涨了 继先前八方云集涨价之后 就连锁锅贴水饺店四海游龙也要宣布涨价 锅贴水饺各涨0.5块 那么现在最新调查就显示了 有高达七成五以上的民众都对现在的物价上涨很有感 热气腾腾锅贴煎到焦黄酥脆 连锁锅贴水饺店四海游龙是很多民众喜欢的评价美食 但现在也撑不住要涨价 四海游龙发出声明表示受到营运成本影响 决定28号开始锅贴水饺都调涨0.5元 直接来到门市可以看到店内也有调涨公告 配单也全部换新锅贴从一颗5.5元涨到6元 水饺从6元涨到6.5元 原物料的调涨原物料的飙涨 那我们就跟我们已经撑了一年多了 所以我们就做调涨动作 不过除了四海游龙 另一家连锁店八方云集也早在16号就涨价 锅贴水饺每颗都各涨0.5元 面对锅贴连环涨民众也吃不消 根据最新调查 高达75.4%的民众 对物价上涨非常有感觉 19.6%的民众还算有感 跟前三个月相比 每月生活开销增加500到1000元 有11.4% 增加1000到5000元 多达49.2%的民众 如果家里没有煮的话 然后依靠外卖的话 其实就是不太健康 然后现在又涨价 然后又不健康 可能是会有点小负担 长期较外送的话还是会 当然尽量 如果可以 还是在家里机组 还是会省一点点 物价不断上涨 物价联合机茶小组 也针对酒家餐饮业者进行调查 经济部强调会掌握原料成本 以及厂商提供的资讯进行分析 看看涨幅是否合理 若被查到 红台物价明年元旦上路的 基本工资补助 可能就会被取消 毕竟11住行 统统涨价 市井小民 吃补销 三零书王丑与张阿轩